再来第四位黄杰议员 第五位林依凯议员联合执行 30分钟 来请发言 好 30分钟是由我黄杰还有于凯两位一起进行联合的执行 好首先 其实刚刚如郭议员所说的 我要提的主题跟他蛮相关的 因为其实未成年的少女怀孕的事情跟性教育非常有关系 这个市长同意吗 那是说未成年怀孕跟性教育 性教育 做不做的好非常有关系 有关系 是的 可是之前我们有听过的是 市长 这个要怎么动 市长其实之前市长有在新闻上提过说 性教育现在做得太开放了 不知道教育部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说教育部的不编板 也不知道在编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是很存疑的 不知道说市长为什么会认为现在的性教育太开放 而不去证视说现在性教育对于大家对于社会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郭议员也有提到说现在性教育因为不完善 造成怎么样的社会的漏洞 这其实都是市政府应该要去检讨的 而不是说太开放 然后我们就不交 好回到我要质询的重点想询问韩市长的事情 请问你支持宗教干预政治吗 市长答案 我觉得宗教是宗教 政治是政治 宗教行而上 政治是愚人众生 所以我不支持 没错 宗教归宗教 政治归政治 可是在韩市长之前也有新闻说 在脸书上有一个讯息传出来 说教育局长要给牧师看过 这个其实引发非常多民众的恐慌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教育专业的一个首长 竟然要让牧师看过 请问现在可不可以问市长 现任的教育局长在后面 吴局长 请问吴局长有给牧师看过 是牧师清点认可才认命的吗 谢谢黄议员 我澄清一下 因为很多讯息到我的身上 以及我家人身上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很茫然 一片茫然 原始的想法应该是说 在家庭观 教育观 那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 他们希望维护传统家庭的价值 那可能在选举的过程 跟我家里面的人有沟通过 获得高度的认同 那其实就是如此 至于在衍生出去一些有的不的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非常错愕 都非常错愕 我们绝对不可能说 我们用了内阁的阁员 要请一些宗教人士核准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跟黄议员特别澄清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当时脸书上的内容 牧师是说 他会谨慎选择教育局长 然后带来给牧师看 基本上就是希望 教育局长的心中的价值 是跟牧师相近的吗 然后我们在教育基本法里面 其实就有明定说 教育应该是中立的 不应该有特定的政治团体 或是宗教信仰来接触 黄议员我想不好意思 好你说 我家里面的人 可以带着局处长出去吗 当然不行 这个假设的前提都不存在 今天市政府所有的局处长 我市长副市长民主长带 OK 甚至议员有什么事情 我们来跟你们面对面沟通 OK 我家里面怎么可以带局处长呢 所以这个带这个动词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跟你澄清一下 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 一直不停的被网路谣言讲 我必须要澄清 我们家里面的人绝对不可以带 而且我在这边正式宣布 局处长不可以被我家人带 怎么可以呢 这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那市长可以承诺说 我们未来的教育的发展 绝对不会受到宗教的介入 不会因为特定的团体 影响我们教育的方向吗 黄议员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俩年纪有一点差别 我比较重视传统家庭价值 那这个如果一旦被颠覆的话 对我们社会不稳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那年轻人有年轻的想法 我自己有小朋友 他未必跟我的想法一样 可是在我这个年纪 我非常重视家庭的价值 好不好 跟你报告一下 好必须说不管我们年纪差多少 我们大家都很重视家庭的价值 不会因为它是特别的性倾向 或是他有特别的性向 就影响大家对家庭的伦理观念 这是我必须澄清的 也要再次跟市长 曾经说其实性别平等教育 可能可能市长觉得说年纪跟我有差距 所以我们认知会不同 但性别平等教育它的概念就只是 我们没有要对家庭的价值进行破坏 也不会因为有同性跟同性之间的爱情的关系 就影响我们对于家庭的认识 这些可能市长要回去 多对于同性的偏见多做一些理解 然后去知道说你的偏见可能会造成一些人的伤害 这些社会上有一群弱势 是因为社会上的这些偏见 然后对他们进行霸凌 然后他们甚至会有寻死的这样的念头 这是可能市长也要放下身段去沟通 然后去理解的部分 所以回到下一个质询的题目 我是想问说 因为其实韩市长也明确的表态说 很重视家庭的价值 所以对于同婚立场的问题说 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潘观光局长 有特别帮韩市长澄清说 韩市长不是反通 也支持同婚只是应该要被放在专法而不是民法 是这样子吗 要不要请市长直接来进行说明 谢谢黄议员给我一个澄清的机会 是 我是觉得在升学时代 几千年前思想想到这个就犯罪了 在几百年前可能嘴巴讲出来就犯罪了 今天即使有这个行为 同性同性之间也被大多数的民众慢慢逐步开始 不接受这样可能愿意接受同性之间组织自己一个家庭 那市长接受吗 但是专法 为什么专法呢 就是说不要去碰触民法这一篇 那现在你想想看 千年以前思想上想就犯罪 百年前口语上 到今天大家逐步这时代在进步 所以我就一直说专法 我只想要知道说因为未来市长的定调会影响未来这四年的实证 对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立场 所以我想问的是市长个人会同意这样的立场吗 我已经讲了 就是尊重大家选择自己最高幸福 没有问题 选择自己的幸福 但是用专法 以当前台湾的社会来讲是比较适当的 如果要去碰触民法 这是立法院的事情 但你要我表达 我还是表述 民法这边我们还是尊重一夫一妻 市长觉得就是同性就应该要跟异性恋之间应该要分开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知道市长很明确的 就是对于同志的立场 立场就是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是这样子吧 用专法规范他们之间财产权或者婚姻关系 但是不要碰触民法 我再重申一遍 谢谢黄议员 OK好 那我们进到说之前公投的第十一案的内容 是关于性别教育 它其实不只是婚姻平权 那请问对于这样的内容说 国中小不应该要实施同志教育 市长认同吗 市长当务了 我讲出来比较保守 因为过度开放我是会比较持保留态度 这是我个人的观念 当社会已经成熟到或者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怎样的社会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案 什么时候你会认为应该要纳入 如果教科书里面有过度太露骨的 太赤裸裸的表述的话 我想我个人是很难接受的 我先讲我的 那你一定会问说什么叫赤裸裸 什么叫露骨 韩市长也说到重点 你认为就是你大力的推广爱情产业链 但是对于性别平等教育是如此的保守 你不觉得你自相矛盾吗 对不起 我不是那样子你形容的保守 是多对灌输下一代的性教育 如果从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样 开始如果是很露骨的 很赤裸裸的 说实在我是比较保守 我想这样子比较清楚 但我想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用健康的心态来看待 同志教育来看待性教育的话 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太露骨 太赤裸的东西 而且正确的性教育 应该是可以灌输下一代 更正确的观念 让他们从小就做好预防设施 而不是说大家都没有 然后自己去探索 探索的结果是什么 就如刚刚郭议员说的 造成那样的结果 许多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就可能不知道 安全性行为是什么样子 才会造成社会更混乱的一个结果 所以真是希望韩市长可以回去好好地检讨说 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性教育这件事情 好刚刚也有提到说 韩市长认为现在的性教育太开放了 但是韩市长知道现在性教育怎么教吗 我这个年纪已经很久没有接受性教育 所以现在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教 好不好 那为什么你会在报道上面说 你认为现在性教育的开放程度 不是大家都能接受 而且你认为你不会照单全收 未来更可能会变成单干户 不要听中央的 我们接受到了好多层请 家长委员会的层请 都认为现在的性教育似乎过度开放 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我们的想法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市长没有看过课本的内容 没有看过 但是听过他们的表述 那希望市长回去看一下 现在课本的内容长什么样子 再来评论说 现在的性教育会不会太开放 而不是说它是一个健康 而且应该要被教导的东西 我会给黄委员一个报告 我现在请教育局帮我准备一下 现在所有国中小的关于性教育篇 送到我们市长次来 我研读完毕 我再跟你报告 好吧 好OK 好 那因为时间不够 我直接跳到 另外一个就是性别平等教育 其实现在有很多假新闻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也希望 市长回去可以替大家做澄清 而不是让这些假新闻在网路 在LINE的群组里面乱传 再来要询问市长的是 一些空气污染的问题 其实上午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咨询过 相关空气污染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市长可以再给更具体的承诺 因为在韩市长现在的户籍林园 其实上个周末两天都发生了公安意外 但是我们看到 很期待市长可以出来说 你会严惩你会做怎么样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但是你只说你要要求相关单位调查 这个其实大部分的市民都是不买单的 想问市长对于林园工业区 能不能保证说未来可不可以进行 除了相关单位调查之外 更要做一个专案小组来评估说 怎么样来预防类似的公安意外的产生 因为其实它已经发生了三十几年 每一年几乎都有这样的公安意外在发生 这个我们也请环保局长也要一并的参考说 这样的公安意外到底要如何预防 并且达成未来是零意外的这样一个调查的结果 可以吗 可以的 好 再来就是另外就是大林浦的事情 今天早上市长也有提到说 大林浦他呢市长很会全力的协助行政院的千村的计划 那请问市长知道未来大林浦会进行什么样类型的园区吗 来请对不起 是 请问市长知道大林浦未来要转型成什么样的园区吗 除了当地的居民要进行千村计划之外 对 新政院107年10月4号就核定循环经济推动方案 关于大林浦的千村规划设置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 主办机关为我们中央经济部 经费大概有高达1053亿 那园区的产业未来希望朝着低污染 高产值的以及低耗能为目标 那市政府这边后续会跟我们中央经济部一起来合作 是 来推动 所以市长是支持这样的经济产业的循环园区吗 我当然支持大林浦千村已经非常 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只要我们的经费得宜 好多经济学专家都再三提出呼吁高雄市政府 要重视大林浦未来石化业循环经济专区 这个影响到未来高雄几十年的发展 我紧记在心 是 好那希望这个部分韩市长说到要做到 不要再跳票 包括循环经济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也希望市长可以回去好好了解 而不是是只有高雄币这种东西而已 最后 最近有听到风声说韩市长会 有许多石化业者听到韩市长上任说 高雄又有机会可以进驻了 石化业者是不是有增长跟扩长的机会了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市长出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石化业者会有这样的期待 我想一来政府不同的人在做市长 是 很快我们各地的企业家跟高雄本地家会发现 我当这个市长好像市政府的权力 慢慢慢慢慢慢 比较小了 为什么比较小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有善的市政府 对企业家 但是如果认为一个友善的高雄市政府 就是可以在空污跟污染上大捞特捞 那他们就错误了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可能这有解释成两个讯息 第一他们感觉高雄市政府未来越来越有善 投资的时候会获得更好的环境条件 获利率会提高 那他们愿意来高雄 我们非常欢迎 第二如果他们觉得高雄这个时候 所有的什么乱七八糟都可以塞到高雄 高雄市政府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他们大错特错 这一点我特别跟黄玉元报告 相信市长也知道高雄过去深受石化业的污染所苦 然后也看到市长身上其实也有佩戴小型的空庆清净机 这个代表市长对于高雄的空污应该也是非常有感的 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市长可以承诺的是 包括大林浦循环未来的循环经济的产业示范区 他绝对不会新建新的石化厂 还有包括大社工业区 早上也有大社工业区的居民来这边声援 希望可以这样编成一种工业区 再来新达电厂应该要燃眉要处意 最后高雄未来绝对不会增设石化厂 现有的石化厂也不会增建 这些条件市长能够承诺吗 这都是居民的心声 黄议员这样子好不好 我不敢随便承诺 是我承诺之后我希望能够见机旅机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高雄未来很重要的发展 如果我当市长一上来 立刻做了一个我自己都不是完全掌握状况的承诺 这个未来后续我觉得会很难 因为我们高雄讲一句不客气的 我们要非常高的就业的机会 税收还有各方面的经济的动能 所以在这里怎么样拿一个平衡点 是我念之在之的 所以我跟你报告 这些方面像大社工业区降边的问题 我们现在市府都计委会正在审查之中 我们会尽快审查完毕送内政部 像你说高雄将来什么都不要见 我不敢随便承诺你 因为我怕我做不到 你说将来可能带来多大的经济产值 而且这个是影响到整个台湾工业 所以容许你让我跟你报告说 我会审慎的研究好不好 容许我这样 那市长不会给我一个承诺说 那至少这一年内你会告诉我们 这些评估过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一定会很负责 在一年之内跟你报告 这个没有问题 跟黄文元 谢谢你这么关心 也必须承诺说固定污染源绝对不会增加 我们现在不光是固定污染源 事实上我们环保局园局长上来是非常认真 我们希望高雄现在 高雄讲白了啦 现在只要能够把空气污染解决 就是天堂啦 你现在卡住 我必须说移动污染源跟固定污染源是两件事 你不能拿移动污染源去补贴固定污染源 我了解 我们现在不光是移动或者固定 整个高雄的空污都一定要出重拳 高雄只要能够把空气污染解决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重拳 只有说国中想要加装空气清净机 市长觉得这是重拳吗 黄文元 我才上了20天 但是你要给大家愿景 市长的最会的就是给大家愿景 那可不可以就固定污染源给大家一个愿景说 在这个减食指减量上面是什么 具体的政策是什么 这是作为一个市长要打击空污 使出重拳的一个具体的目标 我可以跟黄文元保证 空气污染绝对不会在我接任时 以时间那个做标准点越来越恶化 一定会越来越好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你要信任我 我们有心是一样的 都希望高雄可以一个蓝天 新鲜的空气重新出现 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我们有这个心好不好 而且我们不会强 多久 市长的任期就是四年 这我想请环保局局长来答复好不好 因为他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好不好 请环保局长来答复 来 请环保局长来答复 还是时间有限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议员 对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了 当初市长也交付我这个任务了 目前我们现在是要推出 一篮子的管制的计划 从这个制程的改善 从这个燃料的这个 比较干净燃料的使用 一直到空气囊 控制设备效率的提升 包括固定污染源 还有移动污染源 其实这些就是 居长办会的时候 其实都有讲过 居长希望做的事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目标 说今年或者是明年 你们希望达到的 食指减量是多少呢 这一部分 因为不是只有我们 高雄市政府 说了就算 还牵涉到中央 所以我们会努力去做 而且以最快的时间来达成 包括这个刚刚讲的 星达电厂的三四号机 我们现在就在严厉一个 比较妥善的一个计划 在不影响到供电的情况底下 在污染的季节 能够让它这个燃煤 烧得越少越好 甚至不烧 我们现在正在评估了 希望给我们一点时间 但是到底具体要多少时间 这个我想市长刚好答了 空气品质会改善 但是我不敢很明确地告诉你 说要多少时间 但是也是请相信我们来做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交由另外一位议员